大家好,我是Airsoft 今天做了一個比較影片 就是Quaid的衣服和Amerson的藍牌系列 它的藍牌系列是新推出的 自稱是原本美國入口的Quaid 價錢來說,Quaid的衣服大概是三千多 加上這盤 Amerson的褲子是這盤的 大約一千一元人仔,即是一千三元港幣 便宜過一半有多的 比較一下分別是否值得二千元 現在就這樣看 顏色和布料都大致上一樣 雖然MZ和MCTP不同顏色 但摸下去 我覺得這盤是厚一點的 有點不同 但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都洗過七、八次 所以就可能 手感就不足夠 現在就給一件衣服 我覺得Amerson 很少 很薄一點 拉鏈也一樣 大家都是YKK 應該都是那些拉鏈 然後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建議大碼和四碼的分別 所以 這個袋就 我比較大一點 而且 手肘的PAT 這個位置 我都比較長一點 如果大家 在這裡算 大家都是在這裡算 大概6-7cm 然後 然後 摸索貼 一個圓一個直 不是大問題 大致上來說 就一樣 現在看看褲子 現在給了一條褲子 首先 由頂上 看下去吧 Emerson 這塊布仔 比較短一點 而 Krye的那塊 比較長一點 長一點就應該二歐一點 而至於後面 這個是比較鬆緊 那 Emerson 這塊是一塊膠 而 Krye的那塊 就是 所謂的Hyperlon 就是 類似 Mapro Dark approach 或者Laser cut 那些 物料 然後 再下 再下 就是 膝蓋的那塊 彈性布 那塊 就 感覺上 布質感比較多 比較像布 那 Emerson 那塊 這塊彈性布 就 摸下去的 尼龍感比較重 而且 類似 某些 有彈性布 這些 剛剛 我還給了 emerson 較少 但Krye的 比車的較密 問題 不算太大 雖然你和上脈是比較穩妙的,但要看它用什麼線 這就是調褲的分別 而另一個比較大對比就是NeePad NeePad比較厚 蝦色的面比較厚 舊款Amazon的NeePad是硬的,因為是硬膠 身體也改了類似筷子,用一些比較軟的膠 軟得來就沒有它那麼硬,但就軟過一塊硬膠 第二就是,這些魔術貼比較容易脫掉 因為我以前那套複製出來,有次試過是脫掉了四個 那虛擺就暫時沒有這個情況 但如果你買一套Amazon,我都會建議掛這套 因為這套複製也不算貴,只有200多元左右 好,那就是做完大致比較 整體來說,大致上都一樣 除了衣服,兩個袋子大小 褲子,前面這個位置,後面這個位置 較鬆緊的物料 彈性部物料,還有車工有少少方面之外 其實大致上都一樣 整體來說,顏色的東西都很足夠 也很出的 那你們就自己想想想 那幾樣東西值不值得多兩千元吧 那這個就是 Amerison 藍牌系列的三個 以及捷的比較影片 那